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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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四位都是女髮的樹笛演奏家 在我們在巴黎念書的時候 互相認識了彼此 我們這個團其實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不是只在音樂廳裡面表演 我們有去過花蓮監獄去做藝演 然後也在上次發現城堡的時候 去醫院替那些受傷的患者 用音樂替他們祈福 我們也去了老人院 老人院是我們每年都會去藝演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音樂不應該只出現在音樂廳裡面 他應該在社會各個角落 所以我們把我們能做的東西 就是用音樂去關懷這個社會 把音樂帶到社會各個角落 身子在花蓮的音樂圈應該已經耕耘了十幾年 許多學音樂的人對於身子並不陌生 身子在花蓮有一個管樂團 有一個管弦樂團 有打擊樂團 我們有一個屬於我們空間營運的生殖義站 所以我們是有好幾個團隊所組合在一起的 那我們有個行政中心 有幾個全職的行政人員 來負責所有團隊的行政工作的整合 而我負責的工作就是做藝術上面的控管 跟做整個團隊的長期的發展方向 那後來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也把弦樂的人加進來 可以遭受一些弦樂的團員 這個團隊就這樣慢慢的從十幾個人 慢慢成長到我們現在有大概六十個人的規模 那是個完整的編制管樂團 那我們有專職的演奏者 有專職的行政人員 那是我們這個團隊能夠成立穩定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羅德舞團成立在1995年 那剛開始創立羅德舞團的時候是 早先我們在南部的學校教書 那藝術學校裡頭有很多的舞蹈老師 他們本身都是很優秀的舞者 然後也成為舞蹈的老師 那在當老師之餘呢 都會很想要繼續在有舞台的空間可以發展 所以造就了羅德舞團的成立 大家這些老師會希望說 跟學生一樣 也有很多可以上台表演的機會 然後更增進一些對舞台技能 還有對表演這一項藝術的更深入的去探討 那我們成立羅德舞團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也就是讓這一些舞蹈老師呢 有一個發揮的空間 我們在花蓮就是做非洲鼓舞跟舞蹈的推廣 一方面是覺得非洲鼓舞這樣的一個形式 它有音樂有舞蹈 那剛好跟花蓮的舞蹈的特色是有關聯 那再來是在舞蹈跟音樂的當中 其實舞手跟舞者他們其實是有一種關係 在學習的過程中發現 其實在不同的舞蹈的展演形式裡面 它就有不同的內涵文化跟不同的功課 那我們就覺得 也許我們這樣的團隊 然後可以藉由去校園演出的機會 去把音樂跟舞蹈以及它背後的文化故事 我們就近嘛 從花蓮寺就可以帶到鄰近的學校去做 也透過這樣的活動 讓大家知道 原來非洲舞在鼓聲的節奏下 這麼的有活力 然後同時間也在裡面了解 原來鼓手是有這樣的即興的節奏 可以支持舞者跳舞 台北的老師教舞蹈 我們做現場音樂演奏 然後歡迎大家來做舞蹈體驗 我們希望大家 husband 他希望願意ими 我們有的參��를